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是要说陆飞的父亲,蒙奇地龙 他被世界政府认定为最凶恶的罪犯 可以被设定为世界级的人物 可想可知,龙有多么的可怕 龙在海贼王世界中一直都很神秘 今天我将解说他的能力以及他的寻赏金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龙今年已经55岁 他脸上有个帅气的纹身 他也是革命军的最高总司令官 他也被定位为最凶恶的罪犯 随着故事的进展 即使龙在故事中很少亮相 但很多事情都和他有相关 首先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龙的事情 在24年前,当时的龙31岁 他也曾目睹了海贼王罗杰的处刑 那个时候他脸上还没有纹身 但他的表情还是非常可怕 看起来可是非常不高兴 在海贼王,六名世界上最自由的人被处接后 天上开始下雨了 而龙表现出超级严肃的脸 突然天气收变就变了 虽然说下雨的天气很适合挨掉海贼王 但这一点还真是有点奇怪 有些人在现场表现出悲伤和高兴 但并不是每个人向龙表现出沮丧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 龙的情绪可以影响天气变化吗 在22年后,陆飞冒险来到罗杰被处决的城镇 而陆飞不知不觉被八戒一伙铁锁在雏形台上 三只和首龙离陆飞太远 无法第一时间从八戒的手中救出陆飞 那个时候陆飞已经认定一切都结束了 他笑着对伙伴们说 对不起,我要死了 就好像当年海贼王被处心事一样 就在刀锋要夺走陆飞的头时 突然一道闪电落下 闪电击中八戒还解救了陆飞 如果说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者巧合的话 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我不相信伟田会这样安排鸡群 虽然我们都知道主角通常不会死的 但我觉得需要一个很好的解释 否则这样很难受服读者 斯莫格也惊讶 想不到现在的天气是吹西风 对陆飞他们的传来说 吹得正好是顺风 他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天要让陆飞活下去 斯莫格也很难相信这是巧合 在漫画第一百画中 我们看到龙 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龙就是陆飞的父亲 上一次还在网结处行时天气突变 龙的表情还眉头一皱 这一次天气突变 让陆飞成功逃走 龙的表情可是表现出开心的 海贼王罗杰的名媛 被据成下来的遗址 人的梦想 时代的潮流 只要人们继续追求自由 这些事情就绝对无法阻止 当龙看到陆飞成为海贼时 他还说 海贼啊 这样也不错 龙很像罗杰一样热爱自由的理念 并且认为陆飞成为海贼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知道龙是革命军的领袖 也是世界政府认定的世界罪犯 现在我们也知道 陆飞觉醒太阳神尼卡 陆飞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解放战士 如果龙知道陆飞所持的恶魔果实的真相的话 加上陆飞也是他的儿子 所以龙在这里有很大理由会拯救陆飞 这对革命军来说 太阳神尼卡是很重要的人物 太阳神尼卡可以威胁到世界政府和天龙人 尼卡就像革命军的一盏希望的灯塔 虽然那时候陆飞还没有觉醒 但龙也是看中未来的陆飞会觉醒的 所以革命军不会让陆飞出事情的 因为陆飞觉醒的果实 对世界政府来说是一场噩梦 而他也是革命军最大的希望 但伟天在这里没有完全告诉我们 龙是来帮助陆飞的 斯莫格后来抓到了陆飞 斯莫格告诉陆飞 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龙突然出现 斯莫格还真有点惊讶 为什么这个革命军会出现在这里 斯莫格还对他说 政府出心拘力的想得到你的手机 龙只回应他说 世界正在等待我们的答案 然后一阵强风从斯莫格手中救出陆飞 这让陆飞第二次幸运的逃脱 斯莫格问龙为什么要帮助陆飞 这一句话明确的暗示我们 斯莫格知道这强风是龙一部分的力量 龙回应 没有理由去阻挡男子汉踏出第一步吧 龙的回答很符合自由的意义 他也没有明确的说出原因 这样可以避免让大家知道陆飞是他的儿子 斯莫格也知道 龙比陆飞还要重要 但他还是选择去学地追捕陆飞 斯莫格会放弃追捕龙 可能是他认为龙会帮助陆飞的话 陆飞有可能以后会对政府造成威胁 他也担心陆飞会成为像龙一样强大的人 接下来在432话中 卡普告诉陆飞 他的父亲是蒙吉低龙 革命军那种司令 龙还说他在罗格阵把你送走了 当卡普提到陆飞的父亲是龙 大家的表情都非常震惊 他们的脸上只能用恐惧来形容了 陆飞也不懂为什么大家那么刺激 三次骂他白痴 你没听过龙这个名字吗 纳美说你的父亲可是来头不小的人物啊 只有索隆保持着冷静 接下来罗宾解释 海贼并不会主动去攻击政府或者怀军 目前真的拥有实力打倒世界政府的组织就是革命军 领导那个组织的男人就是龙 现在他的思想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国 许多王国发生叛乱 甚至有几个王国被推翻 政府当然非常生气 于是认定龙是全世界最凶恶的罪犯 并一直在找他 但是他却只是个连背影都无法得知的生命男人 幸好我们可以从龙的生命卡得知他更多的信息 龙出生在东海的戈亚王国 龙预示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腐烂 他坚信改变世界是他的职责 因此他创立了革命军队 他非常重视军队的纪律 他的主要目的是和平斗争 战争获得的胜利被视为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 他不是享受战争 换一句话来说他不喜欢战争 但为了实现和平 战争是需要的 龙的船名称为 兵特·格拉玛号 这时候船的名字在德语是风的意思 风这个词语非常适合龙 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有可能龙的能力是和风有关 也有可能他可以使用各种天气的转变 所以我认为是龙释放闪电拯救路飞 这么完美的时机 不可能完全是巧合 目前不确定他是不是有天气果实 但我个人希望和龙有关的果实 在一些神话故事中 龙是给控制天气的包括下雨 趁龙罗杰和陆飞情况都会看到下雨 在神话中龙发怒时会引发一场风暴 在我看来在处刑罗杰的时候 龙当时的心情可是心烦 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天气就会下雨了 我觉得当时龙抱着一种心态 他本身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当看到最自由的人被腐败的制度处决 他感到丧心和沮丧 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和神话中的龙有关 但我们知道 伟天喜欢把神话故事融入海贼王的世界 所以不排除和神话龙有关 我们从最强神物凯多的龙形态中可以看出 像这样的幻兽种可以使用多种力量 凯多也可以使用火焰 风和雷电来战斗 所以世界上一定还有龙龙果实的存在的 因为很多神话中都有关于大龙 而且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信奥凯多吃的不是龙龙果实 而是鱼鱼果实 这样就可以确定世界上还有龙龙果实 所以我认为他和龙有关系 甚至连自己的船也设计成龙形 但不管是不是那种果实 关键是他可以控制天气 龙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世界政府甚至也没有成功做捕到他 我们还发现当龙拯救溺水的沙坡石 然后发现有一阵强风在他周围 过后龙带着沙坡来到革命军的船 这时可以看到 龙也许正在利用风在飞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难捉到龙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逃脱敌人的追捕 当有船靠近他们的船的时候 他万全给控制天气来毁掉敌人 还有一个关键是在地灵化中看到天气的重要性 原本穷途末路的罗杰海贼团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所救 敌对大半被打入海底 会不会当时罗杰船上拥有鱼龙一样的能力呢 或者是说龙当时也在罗杰的船上吗 伊万科夫也评论说 鲁夫和龙是同血统的 陆菲也展现出近人的生命力 伊万科夫也肯定龙拥有强大的实力 我们也知道龙是卡普之子 而龙也是陆菲的父亲 我们从血统来说 龙真的是非常强大的人物 卡普是海军英雄 他曾经和罗杰一同击败洛克斯海贼团 其中还包括大妈 凯多 白胡子等等传说海贼 与此同时 19岁的陆菲也刚刚击败 号称最强生物的凯多 虽然我不知道龙的实力是否在四王之上 但当我们看到 他的儿子才19岁就击败凯多 我必须说 龙不带可能会比四王还弱 比起四王 世界政府更想捉到龙 但世界政府一直都捉不到他 所以我认为他比四王还要更高 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 就凭这一点上 他会比世界上任何的角色 都还要高的悬赏金 维田已经公布四王的全部悬赏金 但一直对龙都保持着神秘 这使得我们认为龙不太可能低于他们 我猜测龙的悬赏金可能接近50亿 世界上最自有的海贼王罗杰 也才55亿6480万 那么拥有世界级称号的龙 也有可能接近50亿左右 那么你们觉得龙的悬赏金会是多少 你同意龙的实力是否超过四王呢 我相信龙接下来会再次的出现了 因为陆飞刚觉醒太阳神尼卡 太阳神正是革命军的希望 所以他们必定会再联系的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有兴趣知道你们的答案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